马来西亚推了一个财富套装 它现在的业绩是增长了125% 而且有效的激活的一些人数 我们现在是推了一个政策是 只要你是以前的一星会员 从销300BV就可以升为二星会员 同时参与这个资格 这个激活的人数大概是200多人 而且甚至有以前 260对吗 而且甚至以前有些14年加入的进来的 它已经激活了 它是怎么激活呢 有些人说 他可能去到其他公司的 他自己又回来了 有些人不好意思的 因为我现在所知道 东南亚以前也面临过这样的问题 其他公司或者怎样 好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在新加坡盛行的3A 以前是所有的东西是模仿我们的 我知道3A这家公司是没有声音了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不管以前去过的 或者朋友圈是不是根本没有声音了 还有一个叫Marjo 谁谁还听到这两家公司 听下其他直销公司啊 谁还听到过这两家公司 有 什么OCT什么东西 有 有 我们不是坐在坐在办公室的 我们有走出去的 我们去过这么多国家都会去参观其他直销公司 好 一家国际再怎么做在东南亚我首先举个例子 泰国印尼 我就问你开了 有关过吗 我问过你们 有吗 有没有去过 有 泰国有 奖金有发给你们吗 一直 有延迟过吗 其实我很简单 一句话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我在这个行业做了六年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如果你经历不过时间的一个煎熬 你想去尝试 我们可以把这个门打开 没有关系 任何都欢迎 竞争现在是透明的 也是公开的 但是一家国际给你们带来的是什么东西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从你一开始加入你的收入 从一开始加入公司给到你一个待遇 你们可以去其他直交公司看一看 或者问一问 我们可以去用心去评论 不用私底下去说 或者人家去评论公司 可以敞开门来说 包括我们的领寒人主席 一旦有事情 他是亲自 我见过他几次是连夜自己去到香港 第二天给你们准备会议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到 包括公司的包括 今天江总 吴总 我 Yuki 阿强 小伟 我们亲自来支持你们 其实说实话 香港在整个集团来说 是得到了一种涅案 但是我希望大家珍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